干嘛 一个女孩子你一上台扭南扭去不好看 你懂个屁啊 一个有味大的女人 她从来都是站不稳德 从又有味大的尖叫一声 哇塞 我们重庆人们真的有欣赏眼光呀 从你们的尖叫声我就看出来了 估计像我这样的品种在门重庆地区 比较缺货 不过说真的 你看你一上海真的是在座朋友们非常喜欢你 非常喜欢我 对你看很多朋友都热情的鼓掌啊 我已经看出来了 尤其是这位大哥你看 不是我觉得这位先生特别一上来 哇重领鼓掌 他吗 对啊 而且拿个手拍 真的是 哇塞 嗨大哥你好 游戏 我一下手 这个大哥长得真帅呀 对 长得像古代的一个名人 谁 西门庆 那你也像古代一个名人 谁 容默默 你乱说了 他明明是看你脸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是西门庆吗 为什么 你看了没有 全场这么多男人当中就他一个人混得最好的 旁边两个美女呢 死鬼你这是哈尔空调 一吐二 和这位先生一上来非常给你打招呼拿这个手拍啊 打什么招呼你不了解人家他跟我说话 跟你说什么话 他都对我说小姐啊 五块钱可以不 你看就知道他是个老手 五块钱 你把老子当快钱呢 那你要多少钱 像我这么有身份有党次的最起码 六块吗 小 那这女孩子上来五块六块 你在这卖小菜呀 讨价还价 你看你 你脑袋的钱 一脑袋的拜金主义 什么主义 拜金主义 对不起啊 我不懂 你懂什么 我知道我天生只懂的两个主义 哪两个主义 就是我把他的主义 他把我的主义 那行行行 先给这位大哥和大德朋友们介绍一下 你身上有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你看出来了没有 看出来了没有 看出来了 闻出来了吧 我告诉你我有三年没洗澡了 他说的他说的 其实我跟你说我身上有什么味道 你仔细的看一看 他们都说 我身上具备有二十岁女人的天真浪漫 三十岁女人的风骚妩媚 四十岁女人的成熟稳健 还有五十岁女人的 怎么样 跟年齐表现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二十岁的男人思想搞乱 三十岁的男人家庭搞算 四十岁的男人财产霸占 五十岁的男人腰杆搞的 六十岁的男人 哈哈哈哈 一次性完蛋 看着办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吓坏了 哈哈哈哈 你看到没有 下着两只腿都夹起来了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不惊的看的 你也真是的 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夹的 为什么呢 万一夹坏了 修得不好修 你瞎了 不过虽然大家看一下 小姑娘长得不怎么地 但是初来再走朋友们非常喜欢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知道咧 知道 我现在对现在的这个观众的这个心态了解的比较透彻 真的 因为现在的人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 对 帅哥跟亮妹已经不爱看了 偶尔跑过来看一下我这样的品种 心里还是蛮舒服的 没错吧 花个几十块甜点 买一张票进来 买一张门票坐到这里一杯茶一泡 一个阿兰腿一翘往台上一看 哇塞 这个鬼长得比老子丑多了 他们不开心嘛 对对对 可以眨在这里找到一种平衡 其实这就对了 我觉得人的生活中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对 就应该不断地找平衡来改收自己的心态 就跟我一样了 我也会找平衡 真的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 我就从来不跟那些长得漂亮的去比 那你知道相对论了 是的 你看看那些漂亮的女孩子 我不跟他们比 那你跟谁比啊 我只跟比自己长得差的 这就对了 打个比方说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要是跟中刚比的话 老子觉得算长得好的 大家说对不 谢谢 谢谢啊 你这个样子比我长得好 哪一点比我长得好 这还不用我说 你不信问大家群众的眼睛是血料 那些像我脸皮没你那么厚 我们要问你自己问 我问 对 我问你死定了 听好了啊 所有的朋友听好了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公正的评判 记住一定要说真话 如果认为我身边的中刚 比我长得好的 掌声没有 一个谢谢 一个都没有 你昏个屁 如果认为我 比中刚长得好的掌声 来来一点 二声 我听出来了 重庆的朋友啊 最大的优点 就是喜欢昧的良心说话 我跟你说 不要老这个习惯动作 好吧 对不起 我真的习惯了 这个我发车都发不住的 你以前干什么的 我在我们乡里 是专门腌猪的 我跟你说 我不是猪啊 又不是我说你 谁说的 我跟你说 后台就有人骂你是猪 谁告诉我 告诉我 谁谁骂的 不用去找他 我已经骂过他了 真的 我跟你说 我当时就骂了那个人 我说你太过分了 你不能在背后骂人家 对不对 最后骂人最可得 是 你不能因为人家中刚 长得像什么 就说他是什么吗 来来来 别生气 别生气 其实中刚不会生恶气的 对对对 大家可能不了解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对我们俩都来自这个 湖南长沙 而且家里关系非常好 是的 尤其是我爸爸跟他妈妈关系特别 我爸爸 都是当兵的 对 我爸爸跟他妈妈是占有关系 对 什么占有关系 就是你占有我 我占有你的关系 叫占有关系 你别听他不说 真的 中刚我是最了解的 我们两个这么一点就一起长大 别看他在舞台上 这个一本正经的样子 小时候 骂得要死了 好喜欢我的 但是我不喜欢他 因为他爸爸 还喜欢我一些 所以我爸爸 是把他当作女儿一样来看的 像你啊 我跟你说 今天你爸爸也来了 我爸爸也来了 就到后面看节目 你不信 你喊一声 你以为我傻 我一喊 他们全部会答应 你不喊 你不喊我吧 你喊爸爸 你看这答应的都是你爸爸 对 小姑娘上来这么久了 站在这个舞台上 作为一个演员 要展现个人的才艺和才华 那你会什么 才艺挺多的 我起码一点 我会唱歌 就你这个样子会唱歌 而且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唱歌 一个人一般人都唱不过我 你说来听听 为什么唱不过 因为我这个人唱歌 极具有杀伤力 真的 打个比方说 我一般都喜欢 到我们乡下的鱼塘边去唱歌 只要我一开口 怎么样 鱼都翻白眼 你是不是农药 他们都叫我DDV 那这样 不管你是DDV还是农药 现在给大家唱首歌 如果有掌声 你就接着往下演 好了没问题 那就唱首歌送给大家 一首好听的女中音歌唱家 徐晓凤的这首新链 送给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 当然也请前面三排的 注意一下你们的生命安全 我真的开始唱了 尤其是你这个鬼 你孩子盯着老子看 送你四个字 大哥 死定了你 来 有请我戴四只板呀 开始 看起来好吗 大家看一下 这个造型非常美啊 有照相机的 有手机的朋友 赶快拿出来照照相 有纪念意义啊 有价值 这张照片挂在你们家的门上 怎么样 可以避邪 挂在你们家的卧室里 可以避孕 挂在你们家屋顶上 谢谢 可以避雷 好听了好不好 对呀 开始 我想好 偷望呀 望一望 下转起手 起手 一听话 只能偷偷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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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将 又来 我 只把 没 他 知道 笑我笑 我的 大哥 他来了 我想偷偷 和你说一句话 你 死鬼 五块钱 好不好 好 我 他一直没唱完 咱们都送给你好了 听好了 你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在座的朋友 您平常在生活当中 看的是男人调戏女人 接下来请您欣赏一下 女人怎样调戏男人 你怕不怕我 不怕你 不怕 你看见的是酒精沙场的 谢谢